快進快速168 只做最強 幫你力感 年度計較 先成功再起算 最好再來第四季 你一定要操作 即可加入一點點的 LINE A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貨臺電大專專線 02251人間接近 02251人間接近 一律1月1號才起算會期 前11名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費用在誰一萬一 名額有限先講信贏囉 歡迎您好歡迎收看股市1.0 我是曾偉台北股市 今天的震盪拉回尾盤收點 269點收在22678點 成交量3092億元 今天盤是如何分析 向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選擇永成國際投顧的 許玲林分析師 李玲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第二位是陳奕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翻面上的觀察 先來請教玉玲老師 今天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今天指數形成了跳空低開 而且大跌 我問大家 你是害怕還是擔心 還是認為這一波的大跌 你一定要站在買方 我是後者 那到底要買什麼樣子的股票 黃仁勳開始點名 黃仁勳點名了什麼 他點名了機器人 點名了無人機 以及點名了車用 而今天的河大 今天的高峰形成了轉牆 而緊接著要特別去鎖定它 而既金寶還有震威在大漲過後 開始形成了高位的震盪 C檔右下角低基期的剛剛轉牆的個股 你務必要跟在一點的身邊 來去做布局 那我也說過 其實在今天在全值股的壓回 金寶的一個震盪整理的過程裡面 我還特別告訴大家 金寶我們在第一時間幫大家來去做掌握 21塊錢來去做布局 來到月線的關卡 連四黑K再度的加碼來去做買進 而如今的金寶再創波段新高 而既金寶之後 特別去留意一下 右下角低基期的音業達 渴望隨時補量載工 而今天關於車用的個股 右下角低基期當中的增滑 股價形成的震盪攻堅 而車用當中的領頭羊AMC廠當中的東洋 也渴望來去做接棒 而在今天黃仁勳點名的過程當中 核大的股價果然來去做衝出 而緊接著要特別去留意到 低位階補漲當中的東台 以及東捷的一個接棒的效應 那很多人對於這樣的行情是看不懂 因為昨天行情是漲 今天行情是大跌 到底應該如何來去做面電 就如同這一波的金寶 我們掌握在起漲 這一波的一個正威 我們在11月17號 當它剛剛發動的時間點 帶領我們家人來去做卡位的佈局 所以在這一波指數 再度的回調到季線的關卡 我還是特別告訴大家 有一些好的股票 就在這個時間點 醞釀出好的股票低階佈局的機會 趕緊跟上1.0快進快出168的一個 第一時間卡位佈局的一個時機點 那我也說過 週二的大跌你要站在哪一方 當然週二的大跌拉回來要站在哪一方 為什麼這麼說 來我先來告訴大家 我問大家今天雖然看起來很恐怖 大跌了269點 形成了一個跳空的一個缺口 但是我問大家有沒有量 今天的量能夠不夠 今天的量能沒有 今天很明顯的叫做下跌量縮 下跌量縮再次測試到季線 無論季線破與不破 你都要幹嘛 你要站在偏多進行的一方 我沒有似似而非的答案 我一定告訴大家 接下來你要跟在一點你的身邊 來去做一個低檔卡位佈局的一個操作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買什麼樣子的標的 所以週二的大跌要拉回來早買點 所以要記得加來來領取 因為繼車用當中的一個 右下角低機器的部分 轉到了一個中華車 而中華車今天又再度的震盪墊高 繼中華車之後 該如何去掌握到接下來的擴散接棒的部分 而今天在黃仁勳點名機器人的同時 今天的河大又再度的跳空走漲 而無人機當中的一個 臨漲股之一當中的一個 一起也形成了一個多方買盤的支撐 週二大跌如何拉回來找買點 記得在Lite當中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而且Lite裡面來去做一個索取 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張裡面 那我也說過 其實在這個禮拜天的早上10點半 1.0會首播 1.0是台灣工研院產業分析師出來的 所以這一次馬斯克站對邊 選對人 所以這一次特斯拉的一個自駕車的進程 開始來去做加速 尤其這一段時間要特別去留意到 赴美設廠的相關受惠的個股 迎合多方的一個趨勢 哪些是赴美設廠的相關個股 記得在YT上面去搜尋 1.0的股市1.0許玉玲YouTube頻道 還沒有訂閱 還沒有按讚 還沒有分享1.0的股市1.0許玉玲的好朋友們 記得訂閱 按讚跟分享 這一集的首播內容 將會在這個禮拜天的早上10點半首播 記得訂閱 按讚跟分享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也謝謝大家的愛在 也謝謝大家的訂閱 按讚跟分享 那我也說過 其實這一波AI的操作 領頭羊之一當中的神達 連二紅之購 連續吉拉之後 開始形成了高檔震盪 但是我也說過 目前的神達他開始高手過招 主力大戶先高賣再低階 而現階段的多方防守價位 該如何來去做事先來去做掌握 而AI的操作思路 昨天在MSCI的季度結算的一個同時 昨天的紅海是形成的拉尾盤 今天馬上紅海拉下來 該如何去掌握到 紅海的操作節奏 無論是紅海 無論是廣達 到底短轉強的訊號 又該如何事先來去做掌握 我這一波特別告訴大家 如果你錯過了神達的一個 第一時間的買點 緊接著要特別去留意到 右下角第一基棋的櫻葉達 今天的櫻葉達 連二黑黑下跌之後 開始形成了轉強 而櫻葉達的加碼機會 又該如何事先來去做掌握呢 這一份AI的操作名單 只有1.0有 想要提前開放 想要提前掌握 都會在一點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第一時間 來去做實戰的分享 那我也說過這一波的金寶 我們是在震盪壓回 連四黑K的過程當中 帶領我們家人來去做布局 我們的震盪家族的家人 可以幫我做見證 然而在我們的低檔布局 拉回來 來去做一個進場卡位的同時 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1.0的反視場操作 我說到做到 我身體力行 然而當金寶修正乖離 過大連四黑K 而且來到了月線的關卡 我帶領我們家人 來去做進場卡位 你是我們的震盪家族的家人 你可以收到我們滿進的指令 那金寶在我們連黑K 下跌的過程當中 來去做低檔布局的同時 金寶又再度的換手再勾 那你會說 為什麼今天的金寶沒有漲 來我特別呢 跟我們的李明家族的家人說到 這個多方的防守價位 你知我知不要再說出去囉 因為金寶的多方防守價位 只要有手 多方的一個趨勢還是向上 還是可以震盪續爆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是 這個叫做進可攻退可守 這個也叫做相信看見大賺 掌等於就是你的 因為金寶我們是在第一時間 在東升的盤中連線 當你的老師還沒發現它的時候 我們就從產業的角度 就從月K線級別的角度 幫大家挖掘這一檔金寶 21塊錢的奇賞好買點 當作的金寶呢 具備著AI伺服器 低軌衛星 以及揮達GP200相關的一個受惠股 而且月K線又形成了圓弧大抵 又抵數量 所以在第一時間跟上一點的指令 來去做卡位 甚至在這一波金寶拉回來 測試月線連4KK的同時 我又在帶領家人 來去做第一時間進場佈局的一個操作 所以這裡就叫做相信看見大賺漲停就是你了 然而金寶在連三紅之後 開始形成的震盪 所以多方的轉強價位想知道嗎 想知道好朋友們 記得在Light當中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來問最懂金寶操作的1.0 那我也說過除了金寶之外 60秒的小影片你看了沒 因為60秒的小影片 1.0能夠幫大家掌握到 個股的起漲機會 就如同震威11月7號 我在短影音我怎麼說 我在當天震威開始出現轉強的那一根 帶領我們家人來去做佈局 我們麗玲佳哲的家人 可以幫1.0來去做見證 而震威我們從產業的角度裡面來看 他也受惠在AI算力 而且這一次的震威法說惠 說得真好 說得真妙 說得真正好 因為他也搭上了所謂的BBU的一個題材 所以受惠在BBU 受惠在蘋果跟能源三大題材的加持之下 全年的營收將以雙位數的成長 來搶攻千億元的一個商機 所以在第一時間 我們從周開線級別的角度來看 震威 周開線打出了有效的單腿打樁 也就是說低點有限上漲的一個空間 開始形成的轉降 周KD在20以上形成的金差向上 當然我們在第一時間 11月7號發動5字頭6字頭的點位 帶領我們家人來去做佈局 緊接著震威開始在法縮會之後 開始來去做轉降 然而緊接著震威該如何來去掌握到節奏 該如何賺到最好賺的利潤 記得加入一點的Light a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我也說過 其實這一波CBO當中的一個領頭羊 一點帶領我們的家人 掌握到聯軍拉回來的機會 這一波的聯軍剛好測到前滴 205.5 彷彿有一隻手把它護住了 緊接著我們在月線下方 來去做佈局的同時 昨天的聯軍大掌半根掌停板 今天的聯軍試圖的由黑翻紅 站上了平盤之上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整體的CPO的族群 它還是形成了一個輪掌的一個概念 該如何去掌握到節奏 第一個從產業的角度來去做出發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一點的股市1.0 許玉玲YouTube頻道好朋友們 1.0針對於CPO的技術論壇 有更進一步的一個說明 那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 那我也說過 其實在實戰零距離當中 會幫大家去掌握到 像聯軍六字頭拉回來的機會 甚至這一波8月份指數重挫了4700點 我還特別告訴大家 聯軍百元附近 它是你再度上車的機會 我們也帶領我們的家人 第一時間來去做掌握 而聯軍第一季有虧轉營 第二季又叫第一季大幅成長 而且搶攻在矽光子 以及AI的商機 跨入在資料中心800G的重要開發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來去做卡位 在百元附近來去做布局 這一檔聯軍 我們又再度在月線下方加碼 來去做布局買進 這也叫做相信看見大戰漲停就是你的 所以我才會說快進快出 168只做最強 幫你逆轉一個第四季的行情 尤其先成功再起算 最好轉的第四季 你要跟在一點的身邊來去做操作 一律從1月1號才開始起算 前11名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費用再審1萬1 趕緊把握住前11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明天1.0帶你即刻進場布局了 尤其在季見的位置點 它就是你再度上車的好機會 那我也說過 其實這一波 如果你光看行情 指數它就是上去之後下來 再上去再下來 所以在川普當選之後 你不要去管指數的一個震盪 但是每逢來到了一個重要的支撐的同時 你要跟在一點的身邊 來去做低檔布局 就如同在前天 在大前天 當指數再度測試到季線半年線的同時 我加碼來去做買進 那當然如果這一波行情 你看不懂你不知道 你常常追高殺低的人 1點的盤錢獎錢爆 你務必要把它加入進去 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 1788當中 而11月份已經過去了 11月份即將過去 迎接著12月份的來臨 而11月份的台子期結算 之後我認為 從過往的歷史經驗來看 多半會形成的低檔的轉折 而多半呢 第四季的台股上漲的機率 從11 12 1 2 3來看 上漲的機率都是偏高的 所以在第四季上漲的概率高的同時 帶我們家人去做一個大跌大買的思路 所以我們在9月份 當指數重挫的千點 很多老師看到指數大跌 告訴你這一波行情會有C波的下殺 但是我反市場的操作 我逢低低接布局 我們買進8字頭的一個台積電 而且我不只買了一次 所以我才會說 AI的操作濕度 尤其在神達 神達在連續三天拉伸之後 有一句話 散戶會不請自來 足利大戶先高賣再低滿 多方的防守價位 又該如何來去做掌握 甚至這一波的鴻海 這一波的廣達 短線轉牆的訊號 又該如何事先來去做一個佈局 而繼神達之後 緊接著要特別去留意到 殷業達加碼佈局的機會 這個AI的實戰操作思路 只有1.0有哦 所以記得要加入1.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我也說過 其實8字頭台積電 1.0帶領我們家人 來去做進場佈局 而這一波呢 因為外資空單居高不下的過程當中 台積電形成了一個外資控盤的工具 所以目前的外資空單 還在4萬口之上的話 台積電就會形成的上下其手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一次的台積電從60分鐘級別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想要佈局的人 切記在季線 甚至跌破的季線 線股分批低階佈局 因為上方的空方缺口 它遲早會被回補 而廣達也好 鴻海也好 該如何去掌握到短線轉牆的訊號 甚至這一波的偽創 昨天大漲今天馬上回補多方缺口 該如何去踩對節奏 甚至這一波的一個技嘉 還有音業達 該如何去掌握到加碼的買點 而這一波的聯發科 在這裡是不是形成的底部成形 短轉牆的訊號 又該如何事先掌握 所以AI的操作思路 尤其這一波領頭羊之一的神達 該如何去掌握到 主力大戶的操盤節奏 以及多方的一個防守價位 又該如何掌握 而神達之購 鴻海以及廣達短線轉牆的訊號 又該如何事先掌握 還有音業達如何採對節奏 才能賺到最好賺一段 這一份AI的馬賽克的資料 記得加入點的Lit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我也說過第四季 都是台庫最好賺的行情 所以我們在八字頭買進了台積電 而且我們還不只買了一次喔 緊接著鴻海 法人該怎麼看 法人的目標價 又該如何來去做擬定 週二大碟 拉回來還是要站在買方 記得加Lite來領取喔 這一份馬賽克的資料 我會放在Lite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然而呢 中華 中華1.0錄製的60秒小影片 你看過了嗎 而中華當第一時間出現了發動轉牆的點位的時候 我是如何說 我是如何做 來請你看關鍵精彩的VCR 今天的中華車回測到機械遊手之際就可以採取震盪低階的操作思路 震盪低階的操作思路 親愛的好朋友們 在第一時間幫大家掌握到中華低檔轉牆的機會 而如今的中華 你可以發現到 我們的台灣隊形成了一個奪冠 而中華隊的股價也開始來去做一個墊高 那中華之外呢 其實高質率的概念股如何超級一筆一筆 這份馬賽克的資料 想要獨得 想要掌握 記得加入一點的Lit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我也說過 其實呢在科技巨頭 持續擴充 持續撒弦在AI的過程當中 美超圍的轉單受惠股 要特別去留意它 它就是神達 就是神達之後的音業達 而音業達呢 在馬斯克的XAI的超級電腦的轉單效應之下 它的越開線打出了複合式的大底 右底還出量 所以在第一時間來去做卡位 而在昨天震盪壓回來的過程當中 它就是讓你再度上車的機會 這個也叫做 相信看見大戰漲停就是你的 那我們再來聊聊 這一波的鴻海怎麼了 那我也說過鴻海 我把我的加碼單 在221附近逢高獲利賣出 賣掉鴻海的加碼單不是不看好 而是賣完之後 你才會有更好的買點 來去做第一階上車 那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的鴻海 昨天很強 今天拉回來 該如何去踩對節奏 從60分鐘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到160到168的鴻海行程的轉折 甚至如果你早點加入好朋友們 你可以在3月份掌握到鴻海 剛剛起漲布局的機會 因為這一波的鴻海拿下了GB200 拿下了NV L70的大單 而緊接著鴻海 從戴維斯雙級的力量 再從月K線級別的角度來看 該如何去踩對接下來上車的節奏 以及未來法人的目標價 想要掌握到接下來鴻海加碼布局的機會 記得來找最懂鴻海操作的1.0 而AI的實戰操作思路 這份馬賽克之量我會放在Light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當中 而這一波的東洋 哇 我們在講的時候 它是震盪拉回來的 而東洋的一個拉回來 它醞釀出很好的買點 而今天的東洋再度形成了一個 初量長紅的走勢 多半初量長紅是要讓你來去做一個 短價差的操作 所以我才會說快進快出168 只做最強幫你逆轉第四季 先成功 再起算 最好賺來第四季 你當然要跟在一點的身邊 來去做操作 一律1月1號才開始起算 而且今天前11名打電話進來 好朋友們 費用再省1萬1 趕緊撥電話進來 因為費用再省1萬1喔 尤其前11名打電話進來 好朋友們 在明天 迪克帶你第一時間 來去做布局 等你即刻來電 那如果呢 你還是看不懂行情的人 一點的盤線搶先保 你務必要把它添加進去 在每週一到每週五的盤前9點鐘之前 會準時的發售 今天如同盤前的預期形成的拉股來 但是週二大跌 拉股來找買點 哪些股票可以當作口袋名單 這一份馬賽克的資料 放在Lider的首頁 小老鼠OK178 小老鼠OK1788 那我也說過 第四季都是台股最好賺的行情 我們在八字頭掌握到台積電的一個呢 加碼布局的機會 甚至台積電哪裡還可以再上車 還有AI的操作思路 該如何踩對節奏 賺到最好賺的利潤 放在一點的Lightight的首頁 那當然COWAS的檢測告急 核大而且攜手高峰來去做獎勁 所以今天的核大形成了跳空的走掌 緊接著要特別去留意到 多方缺口的一個支撐的效益 甚至黃仁勳點名 機器人 汽車 以及人型 無人機的部分 哪些是受惠的個股 這份馬賽克資料 我也會放在Lider的首頁 而東台來到月線的關卡 特別去留意到震盪低階的機會 緊接著G2C的接放效益 東節來到了半年線不殺低 反而要特別去了解到 買黑低階佈局的一個操作的機會 所以我才會說高峰今天攜手的核大 形成了轉牆 那繼高峰之後 特別去留意到金寶 我們在第一時間來去做卡位 拉回來來去做佈局 震威也在11月7號來去做一個上車的機會 所以我才會說這一波快進快出168 1.0只做翠翔幫你逆轉第四季 先成功再計算 而且最好在第四季 你要跟在一點身邊來去做操作 因為疑慮從1月1號才開始起算 前11名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費用再省1萬1 趕緊把握住前11名打電話的名額 費用再省1萬1 而且明天帶你即刻進場佈局囉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懷來繼續請教玉玲老師 回到股市1.0時間交給玉玲 親愛的朋友們今天雖然指數是行政的一個大碟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周二大碟 記得拉拐來找買點記得加LINE 而且來去做領取 車用的個股1.0幫大家掌握到 以車中華的一個轉折的效應 而什麼樣子的個股可以當作口袋名單 這份馬賽克資料我會放在LINE的首頁 而這個禮拜天的早上10點半 1.0會針對於富美設廠相關的社會股 來去做一個分享 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喔 那當然AI的一個操作思路 神達該如何去踩對節奏 該如何賺到最好賺一頓 而且AI的一個部分 1.0會放在LINE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當中 而這一波的順達BBU 再度形成了換手之後的再攻 但是BBU開始震盪劇烈囉 那一期的部分在大量地點有手之際 就可以採取偏多的操作 而中方店在月線支撐的一個附近 來去做一個有手之際 就可以採取震盪低階的佈局 那當然在第一時間掌握到 像是金寶的拉回 以及金寶起掌的一個部分 甚至這一波的一個震威 在11月7號來去做一個進場卡位 所以我才會說快進快出168 只做最強方引力轉第四季 先成功再起算 最好轉到第四季 你一定要跟在一點的身邊 來去做操作 一律從1月1號開始起算 前11名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費用再省1萬1 趕緊把握住前11名打電話 進來的0秒囉 感謝兩位來賓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所推薦分析的 各表價正確 沒有不當的財務利益關係 本身部的資料請供參考 從最新高獨立判斷 請先評估 並且是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勝利 我們再會 022251連接接近 022251連接接近 一律1月1號才起算會期 前11名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費用再省1萬1 沒有有限先講信用囉